夏日又湿又闷 尤其梅雨季 平均湿度有时超过80% 环境湿搭搭 体内湿度也会跟着增加 就会觉得比较疲倦 食欲会下降 舌它会比较厚 那颜色甚至会是黄色 那你排便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点腻感 常常头昏脑胀想睡觉 四肢沉重 脸散油光 那表示身体该除湿了 小黄瓜 蔓越莓 对 西瓜 然后芹菜 还有芦笋 饮食要清淡 避免油腻 太甜太咸 勾芡等重口味 并且要多活动 早上起来或是你中午吃完饭后 你多活动一下 不要马上坐下来 你身体越活动的话 就可以畅通你这些气血的运行 保持运动可以增加水分代谢 加速排斥效果 千万不要汗流浃背 马上进入冷气房 也不要为了消暑吃 太多冰品瓜类等含粮食物 以免造成肠胃消化等问题 大海新闻 黄正明 杨俊廷台中报导 大海电